黄雅慧 黄雅慧 早上好 我叫黄雅慧 大家可以叫我鸦鸦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 我是如何想要带着一万人走进我们身边的荒野 其实我从新疆来 一提到一个又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我看了看资料 天哪 南通林乌鲁木齐3939公里 我开始不安了 我要开始计算航班的时间 机场到酒店的时间 我还想以最好的状态来面对大家 我突然发现在城市中 我们常常会焦虑 很多的事情都会围绕着安全感 可是场景一变 只要我在荒野里 我可以静悄悄 我可以慢吞吞 我突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荒野给了我莫名的一种巨大的安全感 十二年前 我还是一个计算机公司的大客户经理 我每天朝九晚时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 我是希望有一天能走向我的人生巅峰 公司呢也很棒 然后说为了你们解压 我们去户外做个团建活动 那我第一次跟着我们的领队走到了 在乌鲁木齐40公里的一个山上 从城区海拔800米到上升到海拔2200米的时候 我静静地坐在那儿 我闻到了草香 闻到了泥土的味道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看着领队唱着歌 我就入神了 晚上我偷偷地从帐篷里面出来 我发现 天哪 铺天盖地的星空 伸手可触的银河 我仿佛听到了这个血液的流淌的声音 我在想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 什么标书 什么招标 什么标底价格 什么工程量清单 唯一标 中标 通通都应该给我走向岁子老五 我回来以后呢 参加了一次户外培训 我毅然决然地就辞职了 在户外领队的这两年呢 我走过了新疆很多的山山水水 那从A走到B 我背着大包 仿佛好像又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直到我遇到了我现在的搭档 也是我的师傅 他真正地打开了我的荒野之门 他在一次分享当中 有一张一张非常漂亮的鸟类的照片 特别是有一个蝴蝶 停在了他的桑托的表上面 我在想 诶 这个人怎么这么神奇 我开始收集他的资料 我开始跟踪他 我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这是一个连PPT都不会做的老年人 我说来 我来帮你免费的处理你的照片 因为那些照片处理的实在是太大胆 太严厉了 那一张一张的鸟类照片 让我熟悉 哇 原来在我们的身边 有这么多可爱的精灵 有一天早上他带着我去看鸟 一只带肾从我们的窗户边飞过去 我开始猛拍车窗 天哪 这是我第一个从电脑里面认识的鸟 竟然飞过了我的眼前 是那么的真实 那么的漂亮 就跟一个大蝴蝶一样 他们前排的老师默默地看着我 鸭鸭你不要激动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鸟 我说 哦 常见 但是它还是很漂亮呀 从那天开始 我立志 我想成为中国第一个 观鸟观到一千的女鸟人 我们国内呀 一共有近一千五百种鸟 就跟小时候收集邮票一样的 到现在为止呢 我大概已经看了七百三十种鸟了 全国各地的跑着去 也是因为观鸟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中科院的马明老师鸟类教授说 你们要不要参与我们一个金雕的项目呀 但是没有想到 参与这个项目短短的八十天 居然重新书写了我的未来 啊 我就这样子看着鸟爸鸟妈恋爱 然后赋予新的生命 然后这个监测的地方呢 是在新疆的北部 然后在我们的整个盆地 卡拉麦里山 那我们的任务除了是 就是监测它之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 再看一看曾经九十年代的时候 这另外三百多个鸟巢 那我们经常提到猛禽监测 猛禽呢 我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雕 鹰 鸢 笋 药 然后猫头鹰 像这一类顶级食物链的鸟类 我们统称为猛禽 卡拉麦里这个地方非常的美 在曾经我是户外领队的时候 我可以经常看到十几只一小群的鹅猴鳞 然后处处可以看到小狐狸 很可爱 但是在千禧季的时候 我能看到上百只的蒙古野驴 我在想 我是不是跑到了黄石国家公园 但是这些都是在我的身边 这一次监测呢 它又给我了不同的目标 不同的任务 让我更深度的去了解这块区域 我们想 以我们多年的户外从业经验 找个百八十个应该没问题吧 但是在监测的这个过程当中 八十天 我们六次深入七千三百公里 我们只找到了二十二个痕迹 四个被毁的家庭 一个繁殖成功的家庭 我给它取名叫卡小金 卡拉麦里的小金雕 它能自由地翱翔在自己的天空 它的家被强拆了 它没有办法去说 它也没有办法去诉苦 我最后想 我能做什么呀 我可以来说这些事呀 新疆呢 又相对于还是有点偏远 然后我们的西北边陲 信息又相对的有一些beats 还好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互联网给了我们更大的可能性 我在网上搜索 那地有很多的保护机构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我邀请大家到我们的项目地 我给大家说 你看 二十年前 这一座山 有个GPS点 有一座山 然后有十五个阴巢 我带着大家来的时候 这个山没了 只有一片废墟 最后想一想 卡拉麦里的墨土下面 是天然的煤矿和大理石矿 我们要穿过无数个矿区 我们才可以达到腹地 满目的窗椅 这种东西是痛心的 但是那个时候 刚好是新疆的西部大开发建设 一个五万人的城就要落在这儿 我们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去权衡 去想办法 那就在冲出卡拉麦里的时候 荒野新疆诞生了 再回到城市当中 我又接到了一个 让我非常痛心的事情 离乌鲁木齐城郊 只有十五公里 我们有一个百鸟湖湿地 那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去观鸟的一个地方 第一个 离城市近 第二个 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鸟 叫白头应尾鸭 可惜它并威全球不到七千只 这是我2012年 2016年 2018年 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变化 这个湖很小 但是一年四季 它有157种鸟可以经过这儿 甚至有一大部分的鸟是在这儿繁殖的 这是它的家 也是我们的家 我们可以看到 12年还没有建筑 16年 17年 卡拉麦里 离乌鲁木齐四百公里 它离乌鲁木齐只有15公里 我们在想 我们要做什么 开始跟这个内地非常棒的一些观鸟会 一些组织借鉴香港 厦门 还有咱们 深圳 这种在城市建设当中 起到冲突的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 我们组织了誓院者的巡护队 然后有什么呢 我们想办法把利益相关方都纠结在一起 有业主委员会的人巡护 有保安大队的队长巡护 有科学院的老师给我们指导 然后还有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巡护队 我们把路挖断 不让人们能轻易地下到湖边 然后我们阻止那些掏鸟蛋的农民工 我们告诉他 你不要去抓鸟蛋了 因为你捡食这个可能不安全 我们给你送鸡蛋 七年过后 政府终于从我们这一群奇奇怪怪的 志愿者巡护队里面接手管了过来 它的未来会是一个百鸟湖湿地公园 它真正地保住了一群鸭 守护住了我们自己沉浇的这一片荒野 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白头鹰尾鸭 谢谢大家 通过这次以后呢 我就在想呀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保护的冲动 但是我们很难去保护那些和我们自己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 我们感受不到 那能做点什么事情呢 有一天 我的一个插画师志愿者 他是蠕动着到我的跟前 刚才大家也看了 雪豹项目地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的艰难的 我坐在草地上看着他 一点一点一点到我的面前 我就问他 我说 哎呀你为什么要来跟我参与这些事 他说我平时就是在电脑跟前就是跟一堆颜料 但是我想跟自然有联系 我想来加入你们 我想要感受一下你描绘的那么漂亮的一些事 我叼着一根麦芒看着他 我说这样吧 我们做一个云守护怎么样 我们让各行各业各技能的人 有一个接触点 可以接触到我们 然后我们去连接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 那就尝试 特别幸运的是 在去年的六月份 粉红亮鸟的繁殖祭 结果有一个五百万的工程 为了抢夺生命 我们在24小时阻止了这个五百万的工程 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到达现场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保护案例 它基于我们十几位志愿者线上的协作 上万位的网友的转发关注 你看我们画漫画的打电话的 然后我们还有写科普的发微信发微博 变成了一个大家的环保站 转发最高 鬼阿里夜厅下旨 然后他们这个粉红亮鸟也很幸运 然后他是在我们的一个国企上面筑了巢 那我们最后国企的社会责任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为生命让步 我们直到他们繁殖成功全部离开 我们再动工 那对于我们也是一直坚持着他们 确实是这样子的 荒野给了我们力量 然后荒野还给了我们很多的灵感 它让不同的人找到了出口 甚至找回了自己 我们在想我们多久没有去感受到身边的荒野了 看见就会有影响 影响了就会有行动 行动了我们就会改变 今天你们看见了我 除了我说想要一万人 我甚至觉得应该是十万人百万人千万人 和我们一起去走进身边的荒野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少点外卖 我们可以不使用一次性用品 我们可以关注环保新闻 转发让更多的人看见 我们还可以给一个一线保护的项目 然后给一个一线的机构去成为月捐人 我们还可以参加进草嘉年华 去感受这种非常好的一种和大众连接的 自然的一种分享会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我们还可以参与再参与 行动再行动 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和我们一起 重新发现荒野 走进荒野 守护荒野 谢谢